他本是一代帝王的初恋,却遭背叛,眼睁睁看着男人飞黄腾达,自己却流浪邻间。 他陪着流氓时期的刘邦共患难,可是到死都无名无分,反而被坐视小三,为了保全母子姓名,沦落到情妇的地步。 明明他自己的儿子是长子,却因为一杯毒酒,不得不去淫威,献上封地甘愿让位,才得以保全姓名。 世人都替他感到心酸和委屈,可唯有他自己保持清醒,永远把握分寸,进退有度。 他就是风骚女子曹寡妇,一个让刘邦遗憾了一辈子的女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曹寡妇这一世的爱恨纠葛。 曹寡妇,名曹氏,被称为曹夫人。 她在历史上没有正式记载,生足年不祥,身份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如同她的晚年,在外人眼里凄凉又悲哀。 曹寡妇长相出彩,风情万种,表面上看起来风骚妩媚,生活里十分有趣,由于姿色艳丽, 所以,随便看一眼就感觉和任何男的都有一腿,但是她骨子里却对爱情忠贞不语。 所以,她早年婚后和丈夫如娇似妻,举案齐眉,幸福得不得了。 她和丈夫开李家小酒楼,自给自足,风一足食,在那个乱世当中勉强营生,也算过得有滋有味。 可惜生活不太喜欢眷顾生下来就无忧无虑的人,谁也想不到。 自古以来,美女不是红颜薄命,就是红颜火水,她的丈夫竟然死于一场意外,风平浪静的日子被打破了。 所有人把罪责推在了无辜的曹寡妇身上,认为她既可夫还不自爱,毕竟有滋责的女子, 稍微性格上离经盘道,就会被一杆子打死,认为她水性羊花,谋害亲夫。 但是事实很打脸,曹寡妇一如既往的行为轻浮,言语放荡,可是,却没有一个男子能把她搞到手。 即使丧夫,她也没有在家,始终洁身自豪地用心经营着她的小酒楼。 所以多年,她没有孩子,没有改嫁,以至以她自己的方式认真而自由地生活着。 曹寡妇特理独行,不拘小杰,为了谋生,行为举止难免浪荡不羁,但始终守身如玉,直到早期刘邦这个流氓的出现。 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国后,严习楚旧郡设立了似水郡,在这里,刘邦遇见了曹寡妇,两个人私顶终身,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进入壮年后的刘邦,通过世补,幸运地成为秦丽,做了似水的亭长。 在任上,她和显平的每个官吏都能轻易地挑笑,为人仁厚而爱护他人,乐善好施,个性洒脱豁达,不拘小杰,颇有毒量,非常受敬重和爱戴。 但她喜欢喝酒,爱好美色,放浪不拘,玩世不恭,虽然有职务在身,但在对待女性方面像个混混一般,从不自重。 所以,酒水喝得多了就看上了曹寡妇,死气白败地经常调戏骚扰曹寡妇。 刘邦每天工作结束,就会去曹寡妇的酒楼中吃饭,而她当时的工钱并不够她在酒楼中吃喝,可是刘邦每次一到酒楼中,酒楼中就会人满为患。 刘邦来酒楼的这段时间里,酒楼的生意极其火热,酒店老板发现刘邦就算社长没给钱,但是占了刘邦的光,赚的钱也够刘邦吃酒的钱了,就免了刘邦的酒钱。 酒楼老板曹寡妇的大度和姿态让刘邦迷恋,所以刘邦就开始坚韧不拔地追求曹寡妇。 刘邦的私生活行为虽然令人诟病,但不得不说,她对付女子那可真是老母猪带胸爪,一套又一套。 最终让曹寡妇为她破了身,毕竟曹寡妇曾经拒绝了无数个对她有想法的混账男子,但是这一次却被刘邦上了所,无法自拔。 刘邦对曹寡妇深情宽宽,经常借着吃喝玩乐的名义接近曹寡妇,再加上刘邦本身就有点小身份,当着官有点权势,生活里正义概十足,所谓将来的帝王,肯定和一般男子的气质都不一样,她勇冷果敢,脾性大气,所以难怪曹寡妇被她迷了魂。 况且,刘邦对曹寡妇全心全意,守护酒楼的安全,负责着曹寡妇的衣食住行,寸步不离,有机会就到小酒楼光顾,而且,刘邦从不仗势欺人,即使看上了软弱的曹寡妇,她从未强迫,不来应的,而是想要曹寡妇心甘情愿。 地方官刘邦不嫌弃曹寡妇的卑微身份,一心一意为曹寡妇考虑,终于在男人的死气白烂下,曹寡妇没能忍得住寂寞,两个人开始暗生情愫,搞在了一起。 曹寡妇守了多年的妇道,终于松动了,让刘邦痛快淋漓地得到了她,占有了她。 两个人在一起后,刘邦不忘初心,深爱着曹寡妇,她是刘邦一代帝王爱的第一个女人。 即使在后世眼里,刘邦是那种危险之中抛弃弃子的人, 但是她对曹寡妇情深一重,曾经三番两次为她差点丢了性命。 对于五大三粗的男子来说,娇柔性感的曹寡妇令人沉醉, 所以,作为刘邦的初恋,更能得到特殊的宠爱和贫心。 当年,在四水亭小酒楼来了一个不俗之客,和往常男子一样,对曹寡妇动手动脚, 逼得刘邦当即五花大绑,捉住了猫肿男人,又是破口大骂,又是野蛮动手。 可是事后,竟然发现这个被折磨的男子是秦国的司马令。 得罪的是身份尊贵的官员,如果被揭发刘邦对他动醒, 就会连累整个地方,万般无奈。 刘邦只好表面上应承,让爱人曹寡妇用一夜情换取君的一方平安, 幸好曹寡妇原话世故,用自己的野蛮和刚毅, 以官员的脸面作为威胁,让司马令灰心丧气,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而这一次,刘邦为了保护曹寡妇的贞结,差点赔进去整个未来。 可是,她丝毫不后悔,一如既往地爱着曹寡妇。 甚至在后来,似水郡的威猛男子夏侯英, 在曹寡妇的酒楼中喝酒后不给钱, 刘邦看得神传官衣,不愿让兄弟们惹麻烦, 便亲自和夏侯英打了起来,只为了守护曹寡妇的店铺安全。 但也算是因火得福,一达不要紧, 不仅解决了酒馆的账单问题,夏侯英反而得到了刘邦的赏识, 虽然她赖账,但是愿赌服输,有魄力有胆量,能够忍辱负重。 没想到两个人成为了挚友,而且在将来刘邦的帝王之路上, 夏侯英功不可没。 这一次又一次的英雄救美,让曹寡妇对刘邦深陷不已, 刘邦也对她情有独钟。 但是去现实,曹寡妇无名无分, 因为刘邦的家庭不能接受一个寡妇进家门, 而刘邦对家族的妥协也就注定了曹寡妇未来的悲剧。 刘邦的爱,在现实和权势面前一文不知, 刘邦的父亲不认可曹寡妇, 所以刘邦就放弃娶寡妇,以单身喊自居。 可见她对曹寡妇的爱情不得任何考验。 曹寡妇能赢过所有的女子, 让刘邦独爱她一人,从不拈花惹草, 却没想到最终败给了刘邦的野心。 刘邦从不是甘于平庸之人, 她有雄心壮志,而且强悍挺拔, 渴望名利和地位, 但是曹寡妇给不了。 爱情的温柔香,留不住一个有视野心的男人。 接下来的是,赤裸裸地讽刺了刘邦牺牲爱情, 换取前途。 因为,对刘邦建立江山, 有巨大奉献的狠角色出现了。 她就是取代曹寡妇的女人, 吕宫的女儿吕智。 当年, 女工, 当郡善妇县, 仅山东善县, 人, 因为和佩宪县令是好友, 躲避仇家搬到佩宪定居。 佩宪的豪杰官里, 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去拜访祝贺。 当时主持接待的, 是在佩宪担任主力的萧和, 她规定说, 凡是贺礼不到一千钱的人, 一律坐到堂下。 刘邦当时任厅长, 本来就看不上那些官吏, 就在明帖上假称, 贺钱一万, 使起他没带一个钱, 明帖递入后, 吕宫大为吃惊。 众所周知, 吕宫喜欢乡人, 他看见刘邦的形态样貌, 就非常敬重他, 领着他入席就坐。 这次宴会, 刘邦胆大扭气地操作, 不仅让他没有损失一毛钱, 还得到了吕宫的赏识, 更令人惊讶的是, 吕宫竟然要把女儿吕智嫁给他。 这可把刘邦的父亲高兴坏了, 当即同意, 立马成婚。 刘邦也是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真的为了仕途和野心, 狠心抛弃初恋, 搞大对方的肚子, 拍拍屁股走人。 得到消息的曹华妇, 再一次遭受攻击, 众人嘲笑, 认为他就由自娶, 一个寡妇而已, 还妄图嫁给当官的, 更别说和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攀比了。 所以, 明明曹寡妇是受害的一方, 明明被爱人抛弃的是他, 结果却被声讨, 甚至被诬陷为小三, 大家一致认为, 刘邦不过是把曹寡妇 当作私底下的情妇, 作为床上的玩伴而已。 这流言蜚语, 让曹寡妇心痛不已。 但是当年的刘邦年岁已经不小, 而且身无常物。 在这种状态下, 能娶一个年轻女子为妻, 还能借助旅工的雄厚财力, 做一番事业, 欠在难逢。 他立马冷落, 跟干好了很长时间的曹寡妇, 当机立断, 抓住世纪。 从此, 刘邦彻底断了对曹寡妇的念想, 他媳妇家的势力太大, 为了权势的发展, 他不敢得罪。 而另一边孤苦无依的曹寡妇, 他清楚自己无法给予刘邦任何帮助, 总有万般委屈, 都往肚子里咽。 所以, 就因为刘邦的薄金寡义 都是个野种, 刘邦起初连相认都不敢。 曹寡妇知道, 刘邦无可奈何, 为了攀登地位的高峰, 刘邦需要老丈人的支持 和妻子的鼎力相助。 正因为如此, 曹寡妇才心甘情愿放弃挣扎, 没必要因为情情爱爱, 要死要活, 他不愿意阻碍刘邦的仕途, 不敢和吕家作对, 何况子平富贵, 将来刘邦成功, 自己的儿子也会荣华富贵。 正是因为曹寡妇的张弛有度 和自知之明, 所以刘邦的新婚妻子吕智, 即使进宫后变得蛇系心肠, 也没有因为皇位权力 而恶毒地取走曹寡妇母子的性命。 这不只是因为曹寡妇的聪明瑞达 和与世无争, 更重要的是因为 两个女人的患难之交和生死于公。 根据记载, 在秦朝风起云涌的背景下, 各地农民纷纷奋起反抗。 晨生起义后, 不安现状的刘邦 也在沛县响应号召, 自封为佩公。 当时吕智跟随着刘邦四处打仗, 起义造反。 公元前206年, 楚汉战争爆发, 刘邦攻下旁城, 可惜却被项羽回马将击败, 在战乱逃亡中, 薄情寡义的刘邦抛弃弃弃子, 吕智清楚刘邦的为人和谋划, 所以不得不携带着孩子四处躲藏, 最后兜兜转转, 竟然逃回了老家沛县, 因为后有追病的搜捕, 吕智只能厚着脸皮寻找曹寡妇的帮助, 住进了曹寡妇的小酒馆。 吕智很清楚曹寡妇和刘邦的国王, 也知道曹寡妇因为自己被刘邦无情背叛, 唯一的孩子刘肥, 也得不到家族的认可, 但是想不到身名大义的曹寡妇, 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不计浅浅地救助吕智一家。 但是敌人过于强大, 搜寻过后在小酒馆找到了吕智的藏身之处, 眼看楚军快把大门敲破, 曹寡妇选择了一人面对, 虽然胆战心惊, 但还是做到笑脸相迎, 丝毫没有露出破绽。 哪知敌军放松警辟准备离去的时候, 却发现了曹石手上戴的龙文手镯, 是吕智为了感激曹寡妇送的礼物, 结果却引来祸患酿成悲剧。 敌军知道高贵的龙文手镯是汉王夫人的身份象征, 所以断定曹氏肯定跟吕智有着莫大的牵连, 于是开始对她言行逼供, 但是曹寡妇宁死不屈, 即使撕心裂肺也没有供出吕智的下落。 吕智内心大受震撼, 感激不尽的同时开始对曹寡妇刮目相看, 她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轻浮的寡妇能做到如此坚毅的地步。 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没有被敌军搜到的刘肺意外出现, 愚蠢的自曝家门说是刘邦的儿子并且要拯救自己的母亲, 可怕的童言无忌暴露了曹寡妇和刘邦见不得光的关系, 并且把自己也推上悬崖, 就在刘肥母子一心赴死的时候, 吕智还是没能坚守到底, 他不能让无辜的曹寡妇母子因得丧命。 最终, 吕智一家和曹寡妇母子因涉及储君情报, 全部被关入鹏城大牢。 吕智的及时出现, 解救了命圈一线被威胁的曹寡妇母子, 而且被逮捕的过程中没有懦弱和退缩, 他的英雄无畏和盛气凌人, 令曹寡妇倾心佩服。 关键是, 吕智在面临穷凶极恶敌军的时候, 大意凛然, 气场强大, 身上自带威仪, 连敌军都得尽让三分。 但是妖魅的曹寡妇看起来弱不禁风, 天生魅谷的样子总是让敌军嘲弄取笑, 甚至谩骂说刘肥不过是个野种, 比起曹寡妇的唯唯诺诺, 当时吕智立马站出来维护, 义正言辞地宣布刘肥不是没有爹的孩子, 他的父亲是汉王, 不是个野孩子。 吕智这一番郑重其事的说辞, 感动了曹寡妇, 能够得到正式夫人对孩子的认可, 对刘肥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曹寡妇从此更是尊敬爱护吕智, 在监狱中, 向于为了要挟刘邦, 对吕智进行严刑拷打, 每一次曹寡妇都为其阻挡在前面保护吕智, 在狱中时常安慰吕智。 两人在这样的环境下, 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他们相互扶持, 兵士前线。 吕智和曹寡妇同为刘邦的女人, 有共情之处, 一起经历过磨难, 甘态相照。 吕智甚至承诺出狱获得解救后, 要让刘邦给曹寡妇一个名分。 但是, 曹寡妇深知后宫的水太深太浑, 而且曹寡妇也深深了解吕智的心狠手辣和果断无情, 所以更不可能把自己送进宫中, 过着步履为奸的日子。 公元前203年, 楚汉之争的天平已向刘邦倾斜, 向于无奈只能同意双方一和, 化鸿沟为戒, 终分天下, 刘邦的家人也得以释放。 公元前202年, 在刘邦称帝后, 曹寡妇拒绝进宫。 她感谢吕智的大意凛然和知恩图报, 但她深知一个女人, 能为孩子做到什么地步, 比起孩子的地位, 女人之间的友情不堪一击, 所以她愿意放弃破天的富贵, 只为自己的儿子谋求一方太平。 当年来迎接曹寡妇和孩子进宫的时候, 曹寡妇只说了一句, 带孩子进宫吧, 我不去。 自面的意思, 谦贤亦懂, 吕智怎能不懂得为人母亲的良苦用心? 正是因为曹寡妇的退让和舍弃, 她不仅保全了自己晚年的黯然无恙, 也让孩子一生无忧。 何况, 曹寡妇心底认为自己是一个低微的寡妇, 曾经和刘邦的陆水情缘上不了台面, 甚至会对帝王刘邦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她不愿意提起。 高祖六年, 立妃为齐王, 使妻是成, 诸民能其言者皆于齐王。 据说, 刘邦因为对曹寡妇的愧疚, 让两个人唯一的儿子刘妃, 获赠72座诚意, 是所有皇子公主中封上最后的孩子。 曹寡妇牺牲自己的锦衣玉石, 换取了儿子的功名富贵。 但是刘邦为了报答当年真情相许, 赠予的封地, 反而成了差一点杀死刘妃的导火索。 世人都知道曹寡妇为刘邦生下子刘妃, 只因曹妇人是外父身份, 所以名不正言不顺, 因此, 刘妃虽是为长子, 却只能去生长树男。 刘邦尊贵身份的原因, 大家不愿意提及这段丢人现言, 却包含深情的八卦。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 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 其道会王刘妃者, 高祖长树男也, 其母外父也, 约曹氏。 汉书中对曹氏的记载也是十分简单的, 曹福人生其道会, 其母高祖威时外父也, 简单明了, 一笔带过。 帝王第一个最爱的女人, 却在心口难开。 而作为刘邦的第一个儿子, 尽管由吕智亲自抚养长大, 尽管曾经患难有真情, 在威胁到吕智儿子地位的时候, 吕智也曾动了杀心。 公元前195年, 汉高祖刘邦去世, 惠帝流营即位, 吕后独揽朝政, 刘腓进京朝见惠帝, 惠帝设宴款待刘腓, 因刘腓是惠帝长兄, 就按照家人礼节, 让刘腓坐上了首位, 吕太后健壮大怒, 本就对刘腓物质财富偌大, 权势庞大, 已经让吕后起了杀心。 经此一事, 更是觉得刘腓不可留, 所以, 他打算用一杯毒酒诛杀刘腓, 但是惠帝刘盈和刘腓兄弟亲身, 先伸手, 拿酒, 被吕后打翻了, 救下了哥哥刘腓, 刘腓也看出是有蹊跷, 便假装醉酒得以离去。 后来, 刘腓在其国内使事件以下, 主动献出一个郡, 作为鲁园长公主的汤木义, 更是认同父异母的妹妹为母亲, 吕后才放下戒备, 认为刘腓很失去懂进退, 所以给了刘腓一条生路,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曾经吕太后和刘腓母亲的过往姐妹情深, 念在思念姐妹和刘腓的诚心, 才留下了刘腓的命, 否则, 献上十个郡也就不了半个刘腓, 所以说, 刘腓和他母亲曹寡父一样, 清醒而理智, 吕智帮助刘邦夺天下, 自然要成为后主, 而其他障碍物都得消除, 无论多重要的人何事, 但凡当吕太后鲁的都死得很惨, 所以刘腓很幸运, 手无腹肌之力地活了下来, 跟他母亲一样靠软弱妥协活了下去, 而且活得风生水气又尊严, 经历过苦日子的刘腓甘之如矣, 所以说, 当年曹寡父放弃进入宫典牢笼的决定很明智, 其实也透露出了曹寡父身上的睿智和心计, 她不是不懂, 只是更知道怎么活下去, 也清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该碰, 是曹寡父的后退救了两条命, 老了也能得以善终, 其实公元前196年, 感觉时日无多的刘邦到沛县故地重游, 偷偷看望过曹寡父, 她说这一辈子始终把曹寡父放在心上, 从未忘记, 而曹寡父冷静平淡地说, 她这一辈子贪恋世间自由, 洒脱懒散惯了, 不愿意被束缚, 更不想提心吊胆地活在地狱中, 所以, 家乡的小酒楼才是她的根, 也承载着他们最初肆意挥洒的爱情和曾经, 这段晚年的佳话已无从考证, 但是一代帝王和初恋无法善终, 恰恰说明了, 公寓算计的爱情不过是生存的牺牲品, 在所有争权夺利的岁月里, 没有真情, 只有无上荣耀, 也许, 帝王从来不配拥有美好, 予与兄长不可兼得, 这个道理曹寡父都懂, 无论她真的是爱自由, 还是最后的保全, 她都做到了护住孩子的性命, 并且让孩子一世繁华, 曹寡父是决定聪明的, 她爱自己, 爱孩子, 知道爱情不可靠, 当不了真, 关键时刻只有自己能护住重视的人和东西, 她爱刘邦无庸置疑, 但在生命面前, 她最想活着, 这样的女子才是真正幸福的, 自由的, 美好的, 她竭尽全力付出, 从不阻挡男人的未来, 更能保证孩子的一世无忧, 曹寡父很幸运, 成了帝王的白月光, 还能生下爱情的结晶, 甚至能够在水深火热的争斗中, 坦然自若, 游刃有余, 自然享受到生老病死, 成了帝王心中无法取代的女神, 即使无名无分, 也永远被正式夫人铭记心中, 感谢观看,